连幼稚园小朋友都知道,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,然而不少明星连小朋友都不如,屡屡挑战法律,害人害己。 今天凌晨跟朋友聚会完,我立即叫了代驾,但是很不应该的是,我自己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,来跟代驾汇合。 艺人宋少青去年底第五度酒驾惹众怒,所属的向深瓦瑟更祭出惩罚,即刻停止他的演出,暂停售票及宣传,受影响的场次全额退票。 看看他的酒驾史,2003年撞到路边车后逃逸,2004年不只撞到路边车,他的车子漏油帽浓烟石,本人还不怕死地在车上呼呼大睡。 2018和2020年他遭到媒体爆料酒驾,事后透过助理向外界道歉,去年则是开车时撞到前面小黄被捕。 一次次的酒驾,甚至曾与死神擦肩而过,但他都没有吸取教训,如今落得被停演的下场,也是自食其果。 陈乔恩多年来都在大陆发展,他2018年酒驾闯红灯被警方拦下,由于没有前科加上饭后态度良好,只需要60小时的义务劳务,但可没这么简单放过他,不仅预定出演的电影遭到换角,在大陆的演艺事业更是停摆,在付出时人气与作品早已不如以往。 围停红线的白色车辆后方,突然冲出休旅车,撞上车轨后,整辆车往左侧翻,再看一次惊险一瞬间,做多快到连吃早餐的人都来不及回头。 自己做错了不良的示范,那我在那边跟大家说真的对不起,对,其实也没有任何的结果,但就是想要跟朋友小卓,好像自己的能力可以开始。 艺人绿茶2016年第二度酒驾,插撞路旁汽车后导致自己的车90度翻覆,当场引擎盖更冒出白烟,吓死旁边路人。 虽然他勇于认错,但除了丸子,没有任何代表作的他,经过这次事件后,除了换来酒驾一人的标签,前程似乎更难以挽救。 其实啊,执法犯罚毁了自己那是活该,毁了别人家庭那真是可恶至极了。 我非常对不起。 林小培2007年无照酒驾撞死护士林淑娟,她事后数度边哭边道歉,但社会舆论人骂声不断,最后以800万元与死者家属达成和解。 这件事不仅导致她遭遇症复发,更因赔偿金积欠了庞大债务,只能转往港澳地区团结活动,花了11年终于还清。 红奇德2008年在墾丁酒驾撞死洗碗工,发生当下还醉到无法受训,醒后虽赶往灵塘磕头下跪,远眼不住亲友怒火,差点被围殴。 最后她与家属以330万元和解,从此之后,荧光幕上再也不见她的身影。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下场都那么惨,向李国一酒后违规回转,少行吃完姜母鸭后酒侧超标,请阳醉壮路边7辆机车,黄仲坤逆向行事,黄志伟家门口翻车落跑。 培林开车撞公车,武宗献武照酒驾被拦,这些人大多缴完罚金就没事,你看献哥还毅力带演一圈不倒呢? 由此可见只要肯改过自新,社会大众仍愿意给予机会的。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,无论是不是公众人物,都不应该抱着侥幸心理上路,让酒驾毁了自己及他人的一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